看了梧桐帮贾玲邀请刘德华后,观众就会发现,综艺节目的导演真好,尤其是贾玲和沈腾、华晨宇、关晓彤、沈涛等主持人一起配合演出后,一档综艺节目的娱乐氛围越来越好。 在节目中的一个游戏环节,贾玲赢了,对此,节目导演梧桐答应贾玲为她邀请偶像刘德华。 贾玲在《青春环游记》中有自己的期待,当然了,导演梧桐以《青春环游记》的名义最终能否邀请到刘德华,这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数料,导演梧桐看到贾玲在游戏中赢了后,便努力邀请刘德华一起助力实现贾玲的愿望。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,梧桐的大格局便是努力实现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的愿望,还有节目导演梧桐给主持人贾玲的人性关怀。 相信在节目导演梧桐的盛情邀请下,素有影帝之称的刘德华能够来到节目《青春环游记》的现场,这是贾玲和梧桐的心愿,也会是观众的祝愿。